你小看柯P了啦 柯文哲可以一心多用啊 你現在重新去看那整個時序 柯P很忙 柯文哲真的很忙 2018搞定560% 2020搞定840% 中間這段時間 滿閒的嘛 來搞魚果市場 就是這樣啊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阿專剛才講的 我非常深有體悟 就是說 我們都在政府單位服務過嘛 政府單位 一個工程標不出去 常常有 原物料上漲 預算編不夠 設計太難 這我們都有遇到 各個局數都有遇到 一般會處理的模式是什麼 預算不夠 那個議會最佳預算 如果設計太複雜 叫建築師調設計 你很少看到有一個政府 出這種很極端的怪招 他的怪招 我跟觀眾朋友講 他的簡像包包多怪 他的簡像包包是說 好啊 不然我們先建第一樓層 然後呢 許淑華議員出示的這一個公文 跟他相關的合約 裡面直接載明說 我們等到建完 到樓下這幾層建完之後呢 以上面的我們合約 以後再跟廠商來訂 我問你一個問題就好 如果這間廠商不是你鐵打的兄弟 誰敢做這種案子 沒有 所以以後再說 而且你是不是有根本還沒招標前 就跟人說好啊 應該是 不然誰敢 不然怎麼會有把握 我想是不是限定就是他了 沒有 這個就是嘛 這個這個我所有了解公共工程 跟有在政府服務過看到這個案子 就是證明絕對可以講一件事 就是得標的廠商跟你關係 極好 沒有我覺得這句話也不太對 不對嗎 這是一個猜測 好猜測 就是說沒有去投標的 不敢去投標的 在旁邊看的 對 看說以後還要再加 那是我們不買人啊 對啦 我們標榜 以後怎麼加 沒把握 是要腳長的 是要船內 對 那要怎麼加 加一加二 還是要怎麼加 你們敢不敢加 隔壁那天說 那種我不敢 那我們都不敢 那他怎麼敢 他怎麼敢去投 我們就說 原來是這樣 那他去 我們不要 我們去別的地方做別的工作 就算加了希望也不大 是這樣的感覺 標到才是災難的開始 對 所以其實我要請教一下 關鍵 所以其實金華城才是主案 主案 然後所以魚果市場 他的時間比較快速 可是感覺上是比較是 阿薩米蘇啦 小菜啦 鞏固湧儀 我們朋友這麼的好 對不對 所以金華城才是主案 對 然後魚果市場才是主案 你小看柯P了啦 柯文哲可以一心多用啊 你現在重新去看 他整個時序 柯P很忙 柯文哲真的很忙 2018搞定560% 2020搞定840% 中間這段時間 滿閒的嘛 來搞魚果市場 就是這樣啊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阿川剛才講的 我非常有 深有體悟啦 就是說 我們都在政府單位服務過嘛 政府單位 一個工程標不出去 常常有 原物料上漲 預算編不夠 設計太難 這我們都有遇到 各個局數都有遇到 一般會處理的模式是什麼 預算不夠 那個議會最佳預算 如果設計太複雜 叫建築師調設計 你很少看到有一個政府 出這種很極端的怪招 他的怪招 我跟觀眾朋友講 他的剪相包包多怪 他的剪相包包是說好啊 那不然我們先建第一樓層 然後呢 許淑華議員出示的這一個公文 跟他相關的合約 裡面直接載明說 我們等到建完到樓下這幾層 建完之後呢 以上面的我們合約以後再跟廠商來定 我問你個問題就好 如果這間廠商不是你鐵打的兄弟 誰敢做這種案子 沒有 所以以後再說 而且你是不是有根本還沒招標前 就跟人說好啊 應該是 不然誰敢 不然怎麼會有把握 我想是不是限定就是他了 沒有 這個就是嘛 這個這個我所有了解公共工程 跟有在政府服務過看到這個案子就是 證明 絕對可以講一件事就是 得標的廠商跟你關係極好 沒有 我覺得這句話也不太對 不對嗎 這是一個猜測 好 猜測 就是說沒有去投標的 不敢去投標的 在旁邊看的 對 看說以後還要再加 這是我們不買人啊 對啦 我們標榜 對啦 以後怎麼加 沒把握 是要腳短還是要船內 對 那要怎麼加 加一加二 還是要怎麼加 你們敢不敢加 那隔壁那天說 那種我不敢 那我們都不敢不敢 那他怎麼敢 他怎麼敢敢去投 我們就說 原來是這樣 那他去他去 我們不要 我們去別的地方做別的工作 就算加了希望也不大 是那種感覺 標到才是災難的開始 對 我補充一下 我講實務上的這個流程上怪的地方 我們講結果論 最後是不是一樣 189億給中工作 就是追四十幾億嘛 對 好 如果你殊途同歸 一開始算出來 就要189億 才能做 為什麼不追加預算 用189億標 他是用124億標到 中工 他開140 然後最後中工124標到 開140然後124標到 然後最後追到189 這代表什麼意思 雖然剛才講的是關鍵 其他所有的廠商 在前面第一關的時候 沒有人敢來標了 然後結果也是如此 我們預測是對的 因為最後就真的只有中工 一間來投標 我回想 我們回頭回到當時 如果這個魚果市場 不是為了要 有內心有想要幫忙中工 或者是真的中工 跟你是好朋友來幫忙你 無論誰幫誰 你為什麼不直接 市府內的預算 變189億 送議會189億 會有一堆廠商來標 就是怕有一堆廠商來標 對啦 就怕 怕別人啦 他那理由是說 他之前不斷的流標啦 對啊 對不對 他流標啊 可是他流標的做法是 減預算未來再追回來 然後一堅得標 但應該做的事情是 加預算讓大家來標 結果他沒有這樣做 但我最後講結論 我覺得最敬佩的事情是 就整個市府 在柯文哲的2018到2020年 這兩年 全國都在無責耶 你要想到柯文哲的狀況是 他剛剛選完市長連任 對 結果你股市幾次會耶 然後拍板說要追加 然後拍板說要剪相發包 拍板之後決定要這樣子搞的 柯文哲親自主持會議 台北市長很忙耶 很忙啊 你想建華城他多忙 他下調子 他超忙他七點半就開會了 對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疫情耶 對啊 對喔 所以我覺得 因為沒有什麼會議接見 所以就有空 是不是買沙發送房子 我不知道啦 但證明說那個 柯文哲真的是時間管理大師 讚 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也是最近這幾天啊 其實他們檢方有陸續在傳喚一些人 像剛剛提到 邵秀沛又被傳了 然後也傳了什麼 黃昌建設啦 反正就是也有一些建築這些公司啦 所以大家就覺得 是不是在檢方有一些什麼樣的資訊 新的一些訊息 然後所以其實大家就還會關心說 那個錢其實就已經講得這麼的清楚了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千惠 人家就白紙黑字 寫得這麼清楚啊 違背職務收賄 徒利 而且你明知不可 而為之嘛 那民眾黨為什麼死都不肯認這個啊 他就說那個是檢方 那不是院方 可是這個東西 這個院方的這個裁定書 其實未來會出現在 起訴書的內容 因為民眾黨現在就是睜眼說瞎話 如果他承認的話 那他現在要怎麼 怎麼去說服他那些小草說 你們可以繼續相信民眾黨 繼續跟隨我們 所以他就是假裝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打死都要相信說柯文哲是清白的 所以他也不認為說 北院的這個裁定的一個內容是真實的 所以他還告訴你說 不是啊那是檢方的內容 跟北院沒有關係啊 你們要看清楚好不好 眼睛睜開你們看清楚 但我想要回過頭來講是說 剛剛我們在講那個金華城 跟那個魚果市場的案子 其實你可以發現這兩個案子其實有滿滿的記事感 比如說從一開始這兩個案子在發包 或說在進行那個標案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問題 嗯 對嘛 金華城大家覺得說這個容積有問題 所以不可以怎麼樣 然後魚果市場也是 就覺得說這個標案有問題 這個預算有問題 而且你知道他當時的合約定的也很奇怪 他說我們當時在蓋 他說只能蓋五樓以下 對 好當然沒關係五樓以下 他在合約裡面是包括說沒有停車場 沒有冷鏈 然後沒有什麼東西 我問你 你要叫人家蓋房子或什麼 你可以說這些我都不要 可是他是魚果市場 他必須要有冷鏈 他必須要有停車場 所以你這個案子很奇怪 這條件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一開始這個案子就很奇怪了 好然後之後呢 是不是就放行了 放寬這些條件 金華城容積率放寬嘛 對不對 魚果市場也是說好 那我們就減相發包讓他過 然後最後呢 是不是有圖利的問題 金華城現在被認定說被圖利到一百一十億 一百一十億 然後魚果呢 也說被圖利 就圖利中公五十億 那你看是不是這兩個案子都非常非常的像 金華城是目前減肥率 目前對目前是一百一十億 一百二十一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這兩個案子都非常非常的像 而且你知道嗎 他當中其實都有關係人跟關鍵人 第一個我們看到柯文哲 沈慶經在映曉威 為什麼映曉威也跟 對魚果也有他 對 他把黃昌罵跑了對不對 因為之前其實台北市所有很多的大型的公共建設案子跟黃昌都有關係 都跟那個黃昌來接手 可是呢 在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兩個東西 就那時候應曉威就不斷的在打黃昌 他那時候就說你看 黃昌跟台北市政府速限超過十五件 他說哎呀 出包是遲早的問題 接著呢 他這邊也講說 黃昌營造怎樣做什麼都不是問題 就你知道他從一開始就開始在打黃昌 那為什麼要再打黃昌 他怕黃昌去飆 對 而且因為那時候二零七年的時候 那時候市府就有傳 有一個傳聞是說 如果市場有可能是黃昌得飆 為什麼 是因為第一個 他有一些限制性的條件 他必須是大型的建設公司 第二是他必須有大型的執行的一個案子 因為當時黃昌有做過環南市場 我就有經驗了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那這個案子應該是黃昌 結果沒想到最後 不是黃昌居然是中公 所以是不是當中這幾個人有些 我不能說他上下其手 但他確實有怪怪的一個狀況在裡面 的確如果是 易小威一直在那邊罵黃昌 然後到最後 果然好 然後被罵跑了 然後得標是中公 這當中有沒有關聯 的確是起人一動 到最後 感谢观看